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位少年就是朱星杰了 这一次朱星杰的装扮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其实还是很简单的 而且非常的正式 穿着了一件白色的衬衫 还专门细了领带 外面穿了一件长款的休闲西装 显了整个人都非常的有绅士 而且这款发型也是很标志的 不过确实很像胡八 在表演的时候还带了礼帽 搭配上这样的坏笑 却丝毫不觉得违和 反而还是觉得非常的绅士 大概这就是传说中的人格魅力吧 而且朱星杰这次的装容也是很淡雅的 不过眉毛非常的硬气 敲眉也是非常的适合她的性格 而且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发现那些玩着蛇的说唱歌手 都很喜欢这样的幻笑 简直太有魅力了 而且朱星杰和小鬼的关系真的很好 在现场的时候两人还即兴了一段 可以说是很有进步了 非常的厉害